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 力邀目标战众演员再聚首 马上进入今天的军旅文化大视野 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走进军旅文化大视野 我是主持人周伟 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一聊 由八一场和平常地区联合设置的 这部军事题材的绿座目标战 那么在今天横空出世 也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短片 来再了解一下 这部京市绿座目标战 由几年军区这部 八一电影制片场联合设置的目标战 是一部极具现代叙事风格 和视觉冲击力的军事大片 在这部2013年诞生的 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大规模的 现代战争片中 汇聚了当今影坛几位实力派男演员 他们的军人角色 把握准确 是影片充满浓郁的军营气息 浓烈的硝烟味道 和铁骨柔情的当代军人情怀 参加拍摄的济南军区部队 都是战功卓著 所向无敌的英雄部队 红衣连则是开创我军织布 建在连上星河的历史荣誉连队 参加这样一部 十打十投十报拍摄的电影 他们留下了怎样难忘的记忆 今年的节目 我们就请来导演演员再聚首 话说拍摄的故事 走进军力文化大视野 关注重大电视军事题材大片 目标战 请我们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 两位主线人物 这个坐在我旁边 这个是扮演了红衣连连长 葛瑞 吴吉江 我们八一电影这片厂的演员 这位是曹凯 他扮演了这个戏里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士兵的代表 赵中宝 赵中宝 这个大家对你很熟悉了 看过你的电视剧《头女无敌》 是吧 当时是一个小生的形象 但这次形象好像转型转的挺大的 据说导演对你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要站在士兵当中看不出来你是演员 是有这样一个具体要求吗 对 一开始好像刚开始跟导演接触的时候 导演不是特别信任 他说你要演成那样 现在军人给你这样那就完了 后来通过接触之后 导演说 看来演员还是塑造能力很强的 毕竟底子还是挺好的 这个军人的底子 底子好 起码在连长这个职务上 他的年龄感和状态应该是一种 葛锐 从咱们当兵来到红一连 就看到这满强的荣誉 为这满强的荣誉 而感到光荣 自豪 可你呢 你把它全毁了 吴奇江饰演的葛锐 是片中出现的第二任红一连的连长 他在演戏中击败了上一任连长 顺理成章地接替了连长职务 然而 葛锐面对的是吃了败仗后全连的失落 大家对他也并不欢迎 老连长你太想赢了 你又还是一味地走传统步兵的老路 不把以前老东西丢掉的 主攻助攻突破走 炮火覆盖集团冲锋 战山头插红旗 我敢肯定地告诉你 将来败的还是 而且会败的比今天更惨 葛锐如何带领新的红一连走出低谷 把目标中期战 这一新的作战理论带进红一连呢 这个特种兵出身的军人身上 那典型的硬汉军人气质如何准确展现出来呢 这都将构成这一角色成败的关键 精确打击 我们来听吴奇江的拍摄经历 当时是怎么去把自己的形象 完全在导演心目中给转过来的呢 那得玩命吧 玩命 对 因为很多情况下 好多事情在之前游戏演员拍的时候 他不敢说 一怕到时候导演不用你 是吧 然而我个人恐高 对 我们记得有一场戏 当时是为了配合直升级起降 我们提着向全部武装 所有人就开始往那个仓口里跳 一会跳上去衣服跳下来 里面才气息 外面才气息 眼门状态都可以 那种感觉 眼睛可以 突然起飞了 对 我坐在舱边上 旁边就是一个门是空的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现在害怕 身体开始往后靠 旁边坐着是那个灵灵 我身体开始往他身边移 但是又不能 表现是很尴尬 前面一台机器在拍着 你得演的自己感觉很不恐高 还得密学注视底下 所以那时候的心理状态也是挺恐惧的 他心理的恐高 他不可能跟你讲我恐高 因为这个连长有很多 他都要是真实的从直升机开始登机以后 开始拉起来 那么他又要在这个开着舱门 要指挥自己的部队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实拍的 这次呢 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科技上做文章 怎么办 就所有的演员都要实拍 实拍 就飞机直接起来 以后那个带着他的前景 然后地面越来越远 直接腾空 所以他要有恐高镜 他肯定是有一种 这是演员的一个心理 在见导演和见组的时候 往往都把自己说的无所不能 我经历过有一个女演员 开始说你会摊钢琴吗 会 会游泳吗 会 等拍摄到这个情节是摊钢琴 就一个手 这哪行啊 赶紧找替身 说游泳 这现在不行 怎么呢 我一般都是游泳圈游 有这种情况在 可能这一部戏体现的更零零尽致 你刚说的游泳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们要拍一场戏 类似像武装球渡一样的 一个夺岛的 我们几名战士在水里面 然后呢 有一个飞艇下来 下来之后 我们要爬上飞艇之后 要去夺岛 导演就问了一句 游泳可以吗 我说太没问题了 我说实话没问题 我说穿着衣服 我说应该行吧 我穿着衣服下去试试 还行 突然发现还背把枪 这哪有武器 对 然后或者说实拍的时候 我就开始游 游 看那个飞艇在前头 大概离着我也就是两三米 费了老大的劲 后来刚刚往那个飞艇上爬的时候 那几乎就是爬不动 这个就是付出了努力 那么曹凯呢 我本身在部队就当了十一年的兵 结果去了以后全是新装备 拿枪的姿势 跃进的姿势 它都不一样 变了 变了 十年前它不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老班长 就手把手地叫我们 从这开始怎么拿枪 枪口冲上冲下 枪怎么背 都跟过去不一样 气质上可以达到 但是这个动作必须要从头学起 包括骑不走 立定它那口令都不一样 是吧 对 我听说有一场戏 咱们上周 曾经咱们导演也讲过 就是让装甲车追着跑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要非追着你跑 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物太顺了 希望有这么一场戏 把这个人给砸透了 利用了这个我们拍摄的这种条件 就是一辆装甲车 被人撵着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防备的时候 你只能是受制于人 他在前面开着 我在前面奔跑 跑了若干圈之后 你也会很累 很辛苦 人到了一种崩溃的边缘的时候 那种耍无赖了开始 那种哭 那种歇子弟弟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青年军人 就是一次那种内心一种释放 他笑意上的释放 所以说那个哭 哭的很 其实并不是感伤 他是无奈 哭得不太好看 对 那时候不需要好看 为什么 不需要好看 不需要好看 我觉得就完全就是一种感伤 就是那种无奈 他自己说一台词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状会这样 他们不都希望林浩南回去吗 你要他回去好了 林浩南已经获得了重生 而你还在继续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 我以为我打碎这个关锋联队 我有这个能力让他们再站起来 谁相信我 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经过多年的魔力 这种心理的这种成长 你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这恐怕和演员塑造 只不过你们的周期会短一点进入的 所以说像已经扭转四个小声的形象 包括你说的哭 我听说你在戏中也有哭戏 是吧 暗自流泪 暗自流泪 对 这更难把握 是吧 战友之间这种情感 老兵对部队的这种依恋之情 是吧 都起回到里边了 是哪场戏还记得吗 是那个要走的那天 要离队 要离队了 然后把自己当了16年兵的所有的荣誉 优秀士兵 优秀党员 三等功 就全部留在荣誉室了 然后导演给改了台词 把16年所有的荣誉全部留下来 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打着背包 去支援地方建设 回家 太阳要落山了 明天早上 太阳会照常收起 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给予我的 没有红尼联 就没有我赵忠宝 士兵的挥伙 我把他们留在这儿 红尼联的荣誉 才是我赵忠宝的荣誉 我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可能痛哭流涕呀 泪流满面啊 这个相对来讲还好演 这个暗自流泪 这个这个不好演 他得含着 含着 这是演员最大难的是控制 所以我们现场很多观众朋友别想看一看 就是这个 就这暗自流泪这怎么演 你们想看不想看 想看没掌声不行 好 曹老师给我们来一个 哪怕一点点 一点点就这个暗自流泪 让我们感觉 导演得喊一遍开始 要不然心里没节奏 OK 来我们的摄像老师 先抓住特写 暗自流泪 注意导演 你喊 不不不 我喊他没有状态 不 我在现场就是执行导演 我执行 我执行 导演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啊 预备 各部门准备 开始 可以了 不太溜出了 不是 他也经常让我要去含着 说对这个角色的把握 你一定老兵的就是一定要含着 太多的内涵在里面 他让我一定含着了 所以说我刚刚就想起来 因为我又看到我的原型了 就是我饰演这个角色的原型 他也看到了 曹凯扮演的角色赵忠宝 是一名老兵 被誉为红衣连里的兵王 他曾经是两任连长的班长 他沉默寡言 但在红衣里 锻造出了自己精湛的步兵技 他作为班长敢于承担责任 是战士心中理想的老班长形象 你怎么从医院跑回来了 有招要面对 失败我更要面对 当他退伍离开部队以后 在得知自己连队的直升机 要飞过村庄上空 赵忠宝飞速的在麦田 割出一个字 表达对部队对战友的情怀 这一段戏 营造出影片的情绪高潮 这个冰子是我们用了四亩地 割了一个冰子 然后就是这架飞机上坐着 他亲爱的连队 所以降低高度向这个老兵致敬 就是割这个冰子 实际上是像空中的战友 对 告诉他 告诉他我还是一个军人本色 我还是一个兵 对 很震发很震发 因为这场戏拍的难度 应该是 虽然就是他不像那种鸡群 不像这种作战 但是它是整个影片的 一大段的一个抒情段 就是我们在勾画它和设计它的时候 其实是对赵忠宝 就是他最后追的这个直升机 喊了我还是红一连的兵 我还是红一连的兵 现在看到自己的这场戏的表演 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他跟我说反正是 当直升机在他的头顶上飞过的时候 他说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就是他拍完这场戏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所以我也记忆特别深 我不瞒您说导演 虽然我没有听到声音观看画面 我现在身上也只起鸡皮疙瘩 真的 用了老百姓的四亩麦田 割了这一个冰子 这个麦田 是我们刘克忠他家乡在那儿 我们的边界 这个麦地 它就很复杂的 一个是天气 我的直升机能不能飞 再一个就是飞机 能不能飞到那个高度 因为我要求那个机 要把那个麦浪掀起来 所以他很多的东西 都需要去协调 他不是说你有了一块麦田 我就能拍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看到这场戏的时候 都为之而动静 这场戏确实冲击力很大 这也是以前我们未曾见过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手法 那个直升飞机就在我面前 我让他已经低到了一个十米的悬停高度 很难的 所以他他在眼前站着看的时候 甚至他的脸都能看清楚 我能看清楚他的脸 所以他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种感觉 我想对于你来讲和对于所有的观众 当你在那个就是那个环境 他看到这个飞机从几百米的高度 下降到十米的高度 向你致敬的时候 也都会感动 一个鸡群向你致敬 向那个老兵致敬 因为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次 最早的一波在空中见到这个字的一波人 我们我和这个李莫德的扮演者 我们俩就一块跟着这个飞机飞过去 一路上谈小风声 看着在整个飞机上的感受 进入到麦浪的时候 他们说快到了 机器前面要打算开机了 让我们俩坐到那个那个就仓口的位置上 当你一转定看到这个冰子 瞬间我们两个眼泪下来了 太震撼了 而且我情不自禁的我都非常大喊 你幸亏飞机上没有同情生活 我都会大叫 眼泪止不住 你就看他站住人家 向你致敬 那种地空这种对话 他完全听不见我说什么 我也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但是两个人能看清楚对方的表情 那个吸气动完全是无法 这个你看看这个是棋盘上的一个冰字 你看到这个圆的东西吗 其实这个圆的东西就是我让直升机吹出来的 麦浪给吹出来的 吹 它直升机贴着以它这两个演员为中心 我让它滴 滴高度就吹 吹了一圈旋转了一圈 然后才拉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麦田当中的一个像象棋那样的一个大的冰 很重要的一面称 自己是洪一连的一个病 说得好 军人本色永远不变 这就是军人和军人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 真的很感动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能不能这样 你们两个是这部戏的两个主线人物 能不能最后用一句话 谈一谈出演这部电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这是我在拍摄完之后 我就跟导演说的 我说我拍这部片子最大的一个愿望 也是目标 就是希望所有的男人看了仰慕 所有的女人看了爱慕 公私兼顾是吧 曹老师呢 我要说那些很多演员说了很多遍的话 特别感谢导演 让我来出演这个老兵这个角色 好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走进军绿文化大视野 关注重大现实军事题材大片 目标战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这部戏当中的另外两位演员 还是请导演给我们隆重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他叫宁宁 这个演这个指导员 嗯 就是现在我们红一连的指导员 红一连的指导员 嗯 猴是假 小猴 猴很熟悉 他演这个 演李莫斗 嗯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怎么你俩有点有点连相 说东北话讲 长得有点像 有点像 这是 他这个我还比较熟悉他 是吧 嗯 哦 也挺熟的 也挺熟的 是 这是我父亲 这是咱爹呀 我说呢 长得一模一样 是不是 你感觉像 我感觉出来了 嗯 宁宁扮演的指导员 要面对红一连的两任连长 一个是合作很久的好搭档 在演习中被打败去了复活营 一个是新道任的连长葛瑞 他对上一任很怀念 但是又要克制 还要紧密配合新连长的工作 种种两难境地 让宁宁概括这个指导员时 用了两个字 那就是纠结 说实话 自从你把老连长给挤走 全连的官兵对你都有意见 当然 也包括我在内 另外 这个指导员 还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要带领战士们上战场的指导员 这一切 对演员宁宁的表演 都是很大的挑战 这还真是不好演 那那么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一些的设计 有没有具体的这样一个细节 其实这个指导员没多二细 但是他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变化 嗯 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角色来说最难的 可能这个戏量相对越少啊 越难把握 对 他需要你更加的准确 没错 他不像有些有过度的 过度的情节 过度的场次 对了 他可能就欠缺这些 对 我的动作其实挺多的 嗯 没事就上战场 指导员还老上战场 对啊 开坦克 跟以前想象不一样 对啊 开坦克 指挥坦克作战 然后呢 步兵特战化 拿着枪冲冲陷阵 两栖作战 两栖作战 都是 嗯 跟那以前印象中的那个指导员 完全就是不一样 这也是现在我们部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对 整个干部军事不应 是吧 首先军事不应 要随时盯得上去 对 那通过这次和老爸的合作 你自己觉得 是在老爸心中留下了一个光环呢 还是说点亮了一盏灯呢 我觉得 算是完成任务吧 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越来越和我们接近了 因为他爷爷也好 我也好 他妈也好 都在部队的 都是军人 老爸用心良苦 那么 谈一谈你心中的老爸爸 这次在片场跟他在一起 呃 和以前在家中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老爸吗 其实 呃 最大的一点 我觉得就两个字 嗯 辛苦 辛苦 真的很辛苦 嗯 像我们这个系 那么多的布展车 那么多的飞机 那 真的很辛苦 每天从早到 每天从早到 嗯 嗯 还有点 我觉得我发现我越来越敬佩 嗯 谢谢 哎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哈哈哈哈 以前 呃小时候啊或者不成熟的时候呢 就永远是有一种叛逆 去嗯 别人说话也许听 就是自己爹说话 故意的 对 对 有时候会有这种心理 这跟你们家的信有关系 哈哈哈哈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理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作为一个导演 他却懂得了那么多的知识 这些知识有时候 呃 你都想象不到 他会调动飞机 调动坦克 他会知道这些飞机在这悬停了以后 几分钟以后就要升上去 对 这些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导演都知道的常识 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 哎 由衷地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 那么说到了李莫斗 哈哈 这个名字听着就 哎呦 喜剧色彩这样一个人物啊 来谈一谈你扮演这个人物 小猴 小猴 名叫猴世家 他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有着喜剧色彩的心臂 画动 好奇心强 小毛病多 造成篇中的不少笑点 出演过众多小品和话剧角色的猴世家 进足之初 就专门为这个新兵设计的一些笑料包袱 但是 这可以得到导演的认可吧 哎 可张呢 你们行吗 我每次演之前 跟导演我们都得出了些戏 嗯 我跟导演请示我说导演 你看能不能这样导演 嗯 也不说话 嗯 我说到底行不行啊 怎么弄啊 这一会儿就开始了 嗯 在开始之前导演会给我们集体的再一说 嗯 他是一个巨人 我可能就是为了那个斗鸡灵 可能就故意设计了一个 但是导演是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局面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 他是巨人 他已经想到了那种高度了 哦 你不是考虑自己身高来要这样 哎呀 哦 那其实就是让他能够跟这个谁呢 这个跟葛瑞跟老斌跟林浩南跟妮妮 让他的表演上跟他们能够统一 统一在生活的当中 你要格里一群他弄了那种小品的表演的话 他就会很跳 啊 这个就就他不就不一致了 人就会觉得你有演戏的痕迹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用抖 你不用抖这个包 你不用去强调这个包 当你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你很清淡的说出 人就觉得你很有喜剧 你比方说就给他编的那句话 就说你未来的战争 你要以什么姿态表示你现在厉害 他就说了他未来战争 我是爷 你看这个话其实对于这个人物来讲 他就很自然的就说出来 他是爷 这个豪气在他内心充满了 但只不过文明程度差一点 嗯 但是人家军长又给他究竟了 你看这话说出来都特别接地气 特别是生活中的一言 嗯 所以他又不是那种慷慨这样 嗯 其实我们还加了一个细节 就是他说完这话以后 另外一个小文书一看 哎哟 他说这样的话不仅那个首长还没批评他 还表扬他 嗯 这个完了以后这个首长又说了 那未来战争呢 他说了我是爹 所以又又产生了更大的喜极消毒 哦 这个小伙子很变熟啊 首长 你还记得我啊 你能告诉我 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中国军人应该怎么做吗 未来战场 俺是一 不错 说得很豪气 但是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军人 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表述的有些文化 未来的战场 我是爹 非常精彩的对白啊 所以他就很自然说出来 他就有喜剧消毒 是啊 我听说他自己还 是您帮着设计 还设计导口啊 导口是导演跟我说的 导演帮你设计的 对 导演说你能不能导导口 导演咱导哪的口 导山东的呢 我说行啊 我说我95年又唱快书 导演说那行啊 我说来来试试吧 试了试 导演说行 那就这么着吧 你就导山东画吧 从这开始 这个戏 贯穿下来都是山东画 都是山东画 对 山东哪的画 济南的 报告 连长 我们是步兵 我觉着 叫人跑的快 强打的准 手榴弹扔的圆 就可以了 之前这个拍这个戏吧 刚刚是压力挺大的 哦 因为拍电影和电视剧比较少 没什么经验 嗯 我来了以后吧 顾虑特多 后来宁宁哥也跟我说 你别这么大的顾虑 他当然没顾虑 对 放开了眼 行 导演就是我大爷 来吧 嗯 那你可不能外边惹祸 对啊 踏踏实实在演 嗯 然后 后来演完这个戏以后 我自己捋了捋 我感觉还是 满意的 是吧 好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哎 又上了两位亲战的小伙子 嗯 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演员 是吧 嗯 哎 那海导演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其实这个 那个 楚歌伟连长 是现任的红衣连连长 真实的红衣连 真实的红衣连连长 真实的红衣连连长 对 那他也在剧中扮演角色是吧 就是因为 他的角色 让这个 我是主要是被扮演了 被扮演 这话说的 你被扮演了 被扮演了 所以呢 他常常就在联队拍摄的时候 他在旁边指挥他们 对 我是组织我们联队全联拍摄 哦 明白 我听导演人介绍 这是第几任红衣连连长 我是第四的三任 第四是三任 对 这是一个光荣的团队 光荣的联队 而且据说咱们 学历不低啊 出自名校是吗 楚连长 清华毕业的 清华毕业 清华学习的什么专业 学计算机 计算机 对 那了不得 这位呢 张远你给我们介绍 这个是我们洪一连的一个最老的兵了 应该说是赵荣宝的原型 你也是被扮演的 也被扮演 那你参演了吗 也参演了 他是从头到尾跟着咱们剧组拍摄的 对 洪一连全程参加 就是我为什么在影片的最后 有一幅全联的合影照片 底下有一行字 就是洪一连 全部实名拍摄 嗯 所谓的实名拍摄 就是他们身上的这个名字的标 对 全部他们自己的名字 在剧中也叫这个名字 对 就自己的名字 我想问两位年轻战友 都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85年 85年 我是81年 81年 当了多少年兵了 我是07年大学毕业入伍的 今年第7年 你呢 我是95年入伍的 今年第14年兵 哎呀 这真是老班长了 对 那在这当兵的经历当中 能够参演一部这么震撼的电影 这可是一生难忘的事情 很荣幸 非常荣幸 而且还是实名拍摄 对对对 我觉得我很 对这个洪一连 对干部战士 和所有的官兵非常满 嗯 他们本身就是他的素质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好像剧组 刚刚到咱们连队的时候 好像咱们洪一连队的剧本 不是特别接受 是吧 对有这事 为什么 当时我刚接到通知 说要拍一部关于我们连的电影 嗯 还是我们连自己演自己 嗯 当时这什么都很兴奋 嗯嗯 等我们进场之后一拿到剧本啊 嗯 好多人泄气了 因为一看第一场就打败仗 嗯 一开场就我们败了 嗯 我们洪一连从秋秋起立走来 井河山斗争 长征 包括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包括和平时期的98抗洪 08文昌抗日旧灾 从来都是当先锋打头阵 没打过败仗 没败过 对 我们全能官兵的集体能力感非常强 这个时候让我们也打败仗 都接受不了 我记得当时在试戏的时候 当时这个葛瑞带了这个特种兵 上下把我们全能围住了 让我们这个投降 当时我们下面一个战士小声 敌过来一句 上刺刀 给他们拼刺刀 是来真的 对我就是 是不是 对对对 当时不接受 不接受 包括中途第二场演习 我们连长还被服了 大家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是连长在这在这呢 对当时我跟他们开玩笑 因为我没演这个戏 当时我在旁边组织 在篇篇篇篇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后来我说 没有我不行吧 我不当连长 你看你们打败仗了吧 这连长很会做工作 那后来是怎么扭转 这样的一个思想 编剧就跟我们讲 说明这个军人 不要渴望成为长胜将军 要感觉直面失败 更要感觉在失败中奋起 在失败中 我们去努力奋斗 去赢得成功 这才是军人应该做的 嗯 害怕失败 那是一种更大的失败 全联战友 是思想全转变了 对 慢慢转变过 是吧 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红织联 这种传统的精神的精髓所在 是吧 对 这个老班长在拍摄的时候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给我们讲一讲 我记得很深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拍摄 有一次在山头上面 当时还有很多扎点 当时让我们就是 我们因为我在山上 这个卧倒 卧倒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那个烟雾 那个显示 当时就是说 当突然之间就是 导演就是说 下命令的时候 这导演 山头上 就烟雾全部给覆盖 嗯 当时就是石头啊 什么都往我们伸出 我当时我们 大家就在想 这哪是在拍电影啊 这简直是在战斗啊 这是 真正的实战 真正的实战 对 我也通过这个拍摄电影 对我们联队官兵 也是一种锻炼 恐怕咱们真实训练时候 都没有拍电影的时候 这么反复多少次吧 没有没有 是吧 不管从心理上面 还是自己的素质上面 综合素质上面 不得了综合的锻炼 又得到了一次提升 对 我很感谢他们 红一连 在整个的这个 实时拍摄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 我们重复的镜头 重复拍摄的东西 包括作战上的东西 几乎很少 是吧 都是 基本上是一次性成功 嗯 上周的时候 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抛给您一个问题 说这部电影 要拍给谁看 您提到了老父亲 那么现在 我们圆满的拍摄成功了 您觉得给自己 在拍摄过程当中 留下了什么样的心得 我想我会用我和红一连和所有的参拍士兵分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来触动自己 就是那天早晨呢 军区一再问我 还有没有要拍的 我就跟他肯定的说我要停机了 嗯 我说部队可以撤回了 嗯 翻着来五十多个昼夜过去以后 我们这场仗打完了 那当这个我要跟他们分手的时候 其实我一个一个连队去过 但是我就很感动 感动在哪里呢 就是这些士兵在整个的拍摄训练的过程当中 和我有五十多个昼夜的 不断的 我要用严格的这样的一种要求 不断的在吆喝着他们 他们没有一点怨言在那里 所以我几次特别动容 特别感动啊 就是这些士兵 他们将要离开我的时候 可能有些老兵 他们今年就要复原走了 也许他没有机会看到目标战这个电影 但是后来我就给他们军区提了一个建议 我说你们给他发一个荣誉证书 将来有一天在电影音乐里我们上映的时候啊 你们让他拿着这个证书 告诉那个电影院的经历 这个电影我参加过 我可以给你看这个证书 我希望你能让我们去看这个电影 所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那一天我没有赶到门口去送 但是我住的那个二楼上 我的窗户打开就是那条通往大门的公路 我看到他们的所有的战车都齐齐地摆在那里 等待命令离开 我在想象的一个 我如果站在了那个门口来送他们 我一定忍不住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一种画面 常常我会想到我的电影画面里头 很缺少他们这样的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呢 又不能融入一个故事影片当中去 所以他们是默默无闻 所以我一直感动的是这一点 所以这个在我怕他们在站车上 离开邓庄营房大门的时候 站在站车上高喊着说导演再见了 所以我很怕他们喊着 导演再一次动容了 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样的一份感受 在这五十多天的并肩战斗当中 您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刚才导演确实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在这里拍摄完了以后 要感谢我们胡云莲的战友们 说到感谢呢 导演恐怕还要感谢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除了感谢几年军区 感谢我们的参加拍摄配合的部队 那就是我们八一厂的厂长黄洪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黄洪老师再一次请到我们的录制现场 掌声有请 谢谢 走进军律文化大视野 关注重要现实军事题材大片目标战 黄厂长啊公务非常繁忙 我就觉得他对这部电影啊情有独钟 我就觉得目标战是八一厂和济南军区联手打造出的一部军事大片 虽然现在军事题材创作非常艰难 但是我们要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 心血精力去呵护他 我们要调动所有的情感去爱护他 我们八一厂走过了六十个年头 辉煌的六十年 这部电影呢也是我们继六十年厂庆以后诞生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第一您就锁定了这部电影叫目标战 那么这个恐怕不是偶然 这个目标战会成为我们八一厂一个新的起点 那么面对以后下一个目标 咱们厂咱们八一厂人又锁定了什么 我们又将为何而战 这部影片应当更准确的说是八一厂建厂六十周年之后 站在新的起点上第一部军事题材影片 也是党的十八大之后 我们第一部军事影片的开山之作 所以说这部影片啊 他寄托着我们无限的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官兵能喜爱他 官党能喜爱他 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为我们八一电影制片长的发展 带来新的辉煌 我当兵四十多年 我总结出来一点感悟就是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团体 首先要有危机意识 有了危机意识才能前行 第一就是危机 第二就是自信 危机和自信看似矛盾 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 要告诉你 当我们需要突破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哪不行 当接受到任务去完成任务的时候 要时刻提醒我 我行 只有我才行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 把八一电影制片厂 能够从前辈 手中接过来 我们继续让他健康的走下去 如果说你问我目标是什么 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能打仗 打胜 我的目标就是能拍片 拍好片 那么这个影片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当我们的指挥官 问到部队的时候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准备好了 就像八一电影制片厂一样 如果有人问我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一定会说 我时刻准备着 哎呀 想得真好 想得真好 船长 谢谢再一次 谢谢黄厂长百忙当中 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 更谢谢领导 陪伴我们两周的时间 也谢谢我们几年军区的领导 谢谢我们所有参与拍摄的 剧组的同志们 这两周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 共同赏息了 由八一厂和几年军区联合设置的 这部军事题材的立作目标战 这部电影呢 不仅为我们的部队注入了一股 英雄气 而且呢 还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战争片 我相信它会带给我们很多观众感动 也会让很多观众认识我们现代化的部队 为他们打开一扇门 好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 多散 你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